汐止复兴里内的社区大楼很多 再加上邻近细科火车站 许多居民要上班外出都会搭火车 只是在复兴路要过细科路 因为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斑马线 行人过马路很危险 所以19号的上午 议员抓领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也决定要划设斑马线保障行人安全 就是这个路口虽然已经有黄网线 不过对于过马路的行人来说 还是危险 这里是复兴路与细科路口 临近几个里的民众搭火车回来 在细科站下车之后 都会沿着桥下走人行道 再过这个马路回家 不过红绿灯也没有 斑马线也没有很危险 细科火车站下车 毕竟走的路线 因为他们会从铁路桥下 避免风吹雨淋 所以他们都走桥下 然后从这边穿越过那个马路 那因为穿越马路 并且他那边有棋楼可以通行 所以通行的人数非常多 那因为我争取了希望他能够划斑马线 那因为之前交通局认为说 离那个信心路太近了 在接获成情之后 19号上午 议员抓铃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之前也曾经来看过 但是却没有下文 只是民众回家的路实在不安全 还是得要解决 议员抓铃服务处主任也强烈要求设置 斑马线 那发现到说我们斑马线我们还要需要有个残障坡道 所以我们残障坡道呢顺便呢跟斑马线的一起来坐 那让我们这一代的乡亲呢去西哥站 回来西哥站有一个畅通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斑马线可以来行走 考虑行动不变的人会刊之后 也决定路口设置残障坡道 并且划设斑马线保障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就陈慧琳细子采访报道